台中一户人家因为没有缴电费要被断电了 台电人员前往查看才发现到一对母子沉湿家中 而根据警方的推断死亡时间至少有两个月 因为这位母亲是一位听障人士双眼也几乎看不见 疑似是发现儿子死亡想要求救却突然身体不适暴毙死亡 命案现场拉起封锁线门口贴着断电通知单 19号上午台电人员要来厚礼三重二路这间民宅断电时 才发现李姓母子已经死亡多时 邻居表示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出门 感到现场认识的舅舅说平常很少跟他们往来 上一次见面至少半年前 不清楚这对母子遇上什么难题 这起母子双失命案 七十二岁的李姓妇人是厅障人士 眼睛几乎看不见 四十七岁的李姓男子从事烤漆浪板工作为生 收入不固定母子相依为命 警方在现场发现妈妈倒在前院水井边 儿子则是繁琐屋内沉湿床上 没有外伤或打斗的迹象 现场也找不到遗书初步排除他杀 按照大体腐烂的程度 恐怕死亡时间超过两个月 跳进去然后初步才可以开这个铁门 看到那大体没有遭到外力 外力的那个创伤 也没有外力的破坏 邻居说四十七岁的李姓男子身材微胖 母子身体看起来都还算健康 没听说与人结怨 警方也没有查到负债等经济问题 由于这对母子很少与邻居互动 台中市社会局也只有九年前 妇人申请身杖津贴的资料 检警不排除可能是老母亲 发现儿子死亡要求救 却走不到门口 邻履间的疏离 也让这对母子无法及时求援 记者综合报导